然后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个分页的参考资料 就在这边 它这里面它告诉你 怎么去进行一个分页 然后我们给大家 往下看 看到分页器 对吧 PageNet 你看PageNet里面需要传入的这个东西 你要对一个数据进行分页 你需要传一个参数 那么传的这个参数 它会告诉你 你传的可以是一个列表 可以是一个圆组 或者是可以是一个查询集 对吧 还可以是一个 所有可以被便利的这个东西 这是这个PageNet 你注意我们分页的话 首先就是创建这个类的对象 创建这个类的对象 然后它会告诉你这个类 有什么方法 PageNet点Page 然后传入一个参数 叫做Number 那么返回提供的下标的Page对象 就是你传入一个数字 我就会把当前页对应的这个Page对象 给你返回 这是这个方法 然后它里面有哪些属性 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看到Number Pages 分页之后 页面的一个总数 然后PageNet是你页码的一个列表 从一开始 然后这个Count呢 返回这一页上面有多少个对象 多少个对象 OK 这是它的一些处性 然后 再往下呢 就是这个Page对象 它有什么东西 首先 这个Page告诉你 你通常你不需要呢 去自己呢 去构建 创建一个Pager类的对象 对吧 你可以通过PageNet.Page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类的对象的Pager方法 去拿到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里面有什么方法呢 给大家讲的 HasNext HasProvice 这边是干嘛呢 都有 都给你一个先远的介绍 然后呢 在这里面 HasRPages 是判断 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方法 对吧 你看它干嘛呢 如果有上一页 或者下一页 返回一个 去啊 然后 NextPageNama和ProvicePageNama 它呢 是返回下一页的页 或返回上一页的页 如果不存在的话 抛出一个 一朝 抛出一个一场 然后再往下 它的属性 ObjectLate是干嘛呢 当前页上 所有对象的一个 列表 然后这个 Nama呢 当前页的一个 序号 对吧 PageNet这个属性呢 是跟它关联的这个PageNet对象啊 这里面是它的一个参考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你就看到我们这个啊 你再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些方法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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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